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早上差不多五点左右的时候 屋子外面的小鸟就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同样到了傍晚也是四五点的时候 那个鸟又是一群在外面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你们发现它们就跟隔壁家的大婶一样 一大早就出来串门子 跟隔壁的大姐在那边聊天 我们要走来一起去买菜 到了四五点搬张椅子坐在门口 翘个二郎腿拿个扇子 一边扇一边抠着脚 又跟隔壁的又开始哈拉起来了 其实人类的社会跟鸟的社会还蛮像的 我们在固定的时间都会聚集在一起聊天 早上中午傍晚 那蜂巢音乐呢 针对这些森林里面的这些鸟啊 昆虫啊 也做了一系列的音乐 好处在哪里呢 这些鸟啊 昆虫啊 都不用版权 直接录音 也不用付钱给它们 你看多好 开玩笑的 那毕竟 这些鸟的声音在音乐里面出现的时候 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些鸟啊 在音乐里面 加入了一些蟲鸣鸟叫 也相对的会让你有一种 好像来到森林里面的感觉 你眼睛闭起来 开一个小小的电扇 不要太大 微风对着自己吹 还真有好像走在森林里面的感觉 不过这些鸟 像是这样子 像是这样子 就像是美丽的 这些鸟 你不想像是这样子 这些鸟 你不想像是这样子 不要太大 你不想像是这样子 我可以在那里面 就像是这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爬山有分多斤 而且空气比平地要量个几度几度 好像听说是每100公尺就会低一个两三度 所以山上非常凉快 所以上山戴一件外套 戴一瓶水 不要忘了 那相对爬山呢 我们还可以来到什么地方也会有大自然的声音呢 就是海边 这个海呢 跟昆虫鸟叫一样 也是不用赴板穗的 你有没有发现呢 不同的海边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你是沙滩的海边 跟沿岸的海边 跟港口的海边 都有不同的拍浪声 沿岸的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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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这个音乐呢 让你感觉到 好像在海边漫步的感觉 把鞋子脱了 在那个沙滩上慢慢地走 让那个浅潜的海浪和浪花拍打着你的脚 想象在这个黄昏 看到那个西洋在海浪和浪花拍摄 看到那个夕阳在海平面上 一个人在海滩漫步 当然两个人更棒啊 三个人有点吵 好 当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靠近海边 也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山 但是呢 生命当中找一个机会去接近大自然 总是好的 别忘了关注风潮音乐的微信公众号 及微博粉丝专页 以获得最新的音乐消息 并和我们留言互动 下次见